大家好 我是愛元神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為大家帶來元神最新活動合集 元神 紅變的一層效應活動攻略 低溫右倒的硬力強風迴旋的流長等4-6P 今天的話呢是這個 紅變的一層效應第四關 我們今天的話呢是進行重擊和元素戰技之後 禁止行動 就可以產生這個 光粒的 那我們進來的話呢 先這個夫妮娜放一個戰技 還先產生水元素然後呢 拉一個這個 光粒 接著切換到萊歐斯利 先正常打一點這個輸出 然後他渴 然後下一奇冠 芬林家這邊開一個大招 萊歐斯利打一個重擊 這邊先把威力吃了 然後呢接著過來打輸出 那從這邊開始的話我們可能就稍微利用一下這一個 怪物的這一個 不是說 這個光粒的這一個傷害 利用他來清一波罐 裡面再打一個重擊 三個威力這邊就吃到了 呦 再來還差這個分數沒到 好這邊左邊分數到了大家看到我們直接退出 就OK啦 那麼今天也到這邊我們去明天再見 拜拜 拜拜 好那麼今天是這個第五關啊 今天是這個普通攻擊下落攻擊和元素戰技停止之後呢就可以獲得這個 超感光粒了 開始來打一下 今天這個試用的話呢是蕭和這個鹹雲 然後我們就在這個元素戰技打完了我們可以停下來 試個光粒 好 血雲大招這邊開一下 然後蕭這邊 白衣用了 再開個大招 下落攻擊的時候呢也可以停下來我們找一下這個超感光粒 這邊的話我們就先不破壞自己的節奏了我們先把怪子給他A1A 好這邊再停下來 吃個威力 這樣的話呢三個威力就全部吃完了 再開個大招 錯兩隻怪 這邊這個分數啊就到了我們直接退 然後領完獎勵 聽到這邊我們繼續明天再見打拜拜 好我們今天是這個活動的第六五關啊 今天的試用是龍王和萬葉然後試用戰技和大招之後可以產生這個光粒的 那我們進來之後呢 啟動龍王先放一個這個戰技 放了戰技之後不要動啊我們把第一個威力給他吃掉 好 吃完這個威力之後呢 我們龍王先這個 噴一波 噴完之後呢我們萬葉擴散一下 好 好 龍王這邊放一個大招 不要動 吃到我們的第二個威力 接著開噴 再放個戰技 吃到第三個威力 呀 接著開噴 把這個法師打掉就差不多了 這邊大家就不管我們就狂丟技能就好了因為我們這邊這個威力吃夠了嘛 好 簽完這隻大招之后呢大家看到左邊我們這個分數已經夠了接ESC退出 好你們先到這邊我們去明天再見打拜拜 記得關注再走喔 並們 далеко 打開 兩邊 太陽